晚上十点 公司理事会建议给予月薪不超过一千元的工友至少六十元的加薪 预有四种台湾食品检测出含有顺丁锡二酸农粮局下令回收产品 前民房总监林新邦所取性贿赂罪名成立 控辩双方下星期五座判刑和求情陈词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全国公司理事会建议雇主给予基本月薪不超过一千元的低薪工友至少六十元的固定加薪 去年的建议是加薪五十元 理事会认为加薪的幅度公道而且雇主应该负担得起 来看记者薪书会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前民房总监林新邦所取性贿赂罪名成立 法官说被告不断改变立场口供前后不一 同邦女郎之间只有表面关系 控辩双方将在下个星期五座判刑和求情陈词 来看记者林伟玲的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我是海琪 我是董苏黄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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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